那我们想在这个世界不变 行不行呢 行 你不清醒不动念 就是那个境界 他做不到 因为念头太危险了 叶尘就阴之技术 俗起云荣之经验 这个经在佛经里头用的很多 你要懂得这意思 经是什么意思 经不变 你看在经术里面 都会氧化 都会变色 唯独黄金不变 它的好处是在自己 所以佛法用金就是不变 金身永恒不坏 真身 取这个意思 并不是真的把它图成金色 现在在寺院里 佛像都把它图成金色 标法的 它真的是那个颜色 那颜色也并不好看吧 所以要懂得它是标法的 永恒不变 那么这种身有没有呢 有 小孩慢慢长大 还慢慢长大的不是的 它是化身 到那个地方 灵化化身 化的身像什么样子 跟阿弥陀佛一样子差不多 那个地方是平等法 我们现在化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化得特别大 菩萨化小一点 往生的又小一点 这个都不如法的 一样大 哪有多大大小小的 有大大小小的就不平等了 一样大 永恒不变 所以它是化身 所以这些 你这个金教都多了 你慢慢就明白了 就知道 这里面真正的含义 为什么它不会变化 因为它没有念头 道理的词体 是你懂得这个道理 你相信 变化从哪里 变化 唯一时所变 唯一心所现 舍报状元图 只有唯一心所现 没有唯一时者所变 它已经转世为止 所以它就不变了 你没有念头 不会起心动念了 起心动念就会变 不起心不动念 它怎么变呢 这不会变 永恒不变 西方极乐世界 花草树木了花 永远不会凋谢的 永远不会变质的 到底是 那个地方的居民 还不是尽随心转吗 那个地方的居民 一个个都是明星见星 所以明星见星 就是妄想断了 妄想就是起心动念 过过人都是 不起心不动念 起心动念 尚且没有 哪来的分别之处 是这么个道理 我们明白了 你就承认了 哦 这事情真的 这不是假的 那我们想在这个世界 不变行不行呢 行 你不起心不动念 就是那个境界 做不到 因为念头太威胁了 你看这个佛问弥勒菩萨 释迦摩尼佛问弥勒 还不是讲给我们听的 我们凡复一个念头起来 就心有所念的 我们一个念头起来 这里 这一个念头里头 多少细念 组成这个念头 那佛问的是 几念 几下 几实 那弥勒菩萨回答的时候 一谈止 我们讲一念 一谈止 我们谈得快 我谈大概是四次了 一秒钟 如果很快谈 应该可以谈到五次 一秒钟能谈到五次 所以一谈止 有三十二亿百千年 百千是单位 一百个千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三百二十兆 你看 一谈止就三百二十兆 那我们一秒钟谈四次 就一千两百八十兆 如果谈五次 一千六百兆 这个念头太微细了 我们怎么能觉察 米勒菩萨说 念念 成心 心就是物质 就是阿赖耶的 境界向 心界有实 就是阿赖耶的转向 这个地方注意 一定要晓得 自信里头 什么都有 什么都不缺 他能信 能生 能信 念头能变 就是实能变 没有实 那就是能信 能生 能信 极乐世界是能生 能信 它没有变 他那边的人 完全用的是真心 没有忘心 都是 专实 诚知 所以 他们那个世界 永恒不变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神通 都是自信本聚的 不是学来的 这是我们的老家了 这是不是到了究竟呢 没有 真正还原的时候 是长级光图 长级光图里头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都没有 那才叫回归这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